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再说四讲嘛 我比方说这个三位数是xyz 那么它除以11应该会有一个余数 这个余数是多少我现在并不知道 但是我能知道的是这个余数可以写成什么呢 可以写成这个数 这个多位三位数的每个数上的数字的平方和 也就是它应该等于x方加y方再加上c方 好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找到满足题目要求的三位数到底应该有谁呢 那对于这道题目来讲的话 我们根据题目的去数就能列出一个这样子可以反上所解的算式 一个三位数除以11 得到的余数可以用x方加y方加对方的形式来表示 那现在我想能不知道这个三位数是谁 那我自然就得知道xyz是多少 可是现在在这道题目当中 你就x方加y方加对方是个余数 那这也跟数没有关系啊 对吧 你没有一个具体的数让我来进行参考 那我怎么上的去知道xyz到底应该起几呢 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 你看 题目在出的时候一定会给我们留有一线生机 这道题最终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还是给出数了 那就是除以11 也就是除数我是知道的 诶 各位同学 知道了除数是11 那么关于余数你马上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余数当中的第一个基础性质 余数一定要小余除数 所以我虽然并不清楚这个三位数除以11 到底余数是多少 但是我根据除数是11 我能知道这个余数一定是要小余11的 那也就是x方加y方加对方一定是要小余11的 好了 那我们知道了x方加y方加对方 是小于11的 那接下来通过它 我们自然就可以能得到xy分的取值 肯定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不能随便取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x x是这个三位数的首位 所以它不能为0 那接下来想一想 xy自由数位上的数字 肯定都是小于等于9的自然数 那1可不可以呢 x方取1 x方取2 x方取3 而不是x取1 x取2 x取3 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x取4 那么4的平方就是16 广靠它一个就已经比11大了 那肯定不能保证余数小于11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x能取的值肯定就是123 对吧 也就是大于0小于等于3 那接下来到了y和最 那一样的道理 对于y来讲的话 那么它是在实位上 所以可以取0 但同样最大也只能够取到3 那这也是一样的 可以取0123 好 那也就是我们知道了 这里面的xyz能取的值并不多 x只能取123 y只能取0123 z只能取0123 当然接下来xyz也不是这样子一搭配的 还得保证x方加y方加z方要小于11 所以xyz肯定不可能都取3 对吧 你三个三方加在一起肯定超过11了 那接下来到底xyz能取几呢 那在这里看 你再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对吧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信息可以分析出来了 但是呢xyz这里面能取的数呢 又不多 所以接下来自然 就是我们的枚举了 那我就一个一个枚举出来呗 然后再去看这些三位数到底符合要求 那在枚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抓住一点 也是技术当中最重要的 一定要有序枚举 才能不重不漏 所以呢 我们不妨先固定 百位一定是1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实位和个位 我们把它从小到大顺序来取 比如说我们的实位取0 那这时候百位肯定可以取啊 个位肯定可以取0 然后同样的 前面两位不动 我的个位还可以取1 还可以取2 还可以取3 诶 那这四个数都是满足要求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加一下他们数字的平方和 会发现都是小于11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 那现在我们研究的是 当实位都是0的时候 个位可以取0.23 那么百位还剩1固定不动 那么现在我们的实位要大一点 变成1 那这个时候各位取0 行不行 没问题 110肯定没问题 对吧 然后接下来111 接下来112 那接下来113可不可以呢 那我们发现 如果是113的话 一方加一方加三方 这个和就等于11了 那已经不满足小于11的要求 所以到112就截止了 然后接下来以此类推 对吧 那么我们把所有可以满足要求的 这些三位数都没取出来 那没取出来之后 这些三位数 是不是都是符合要求的呢 那你就需要通过提问条件来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看100 我算一下100除以11 那么余几 那可以算出来100除以11 余的是1 而100的数字的平方和 一方加零方加零方 恰好也是1 所以100就是我要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依此类推 逐一进行验证就可以了 所以没举验证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么这一下子来讲 他的思路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道题的解析过程吧 首先啊 设这个三位数的百位 十位 各位的数字分别为xyz 那么任何处除以11 所得的余数肯定都不大于10 肯定是小于等于10的 所以啊 x方加y方加对方 一定要小于等于10 那么x肯定取123 y取0123 c取0123 所以我们要处的三位数 一定在如下的这些数当中 那么接下来这些数 到底哪些符合要求 我们就要去逐一进行 每举验证 最后经过验证 我们发现 只有100和101 符合要求 所以我们要求的三位数 只有两个 100和101了 那么对于教训来讲 那么它的最终的解析过程 是要通过每举来解决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 有序每举 才能不愁不漏了 优质 感觉 想 拳